手拿羽球拍准确打击高飞的羽毛球 一下又一下敏捷对打 新竹市长高宏安来到光华国中 以球会友和年轻选手们来场羽球友谊赛 还宣布要扩大赛事奖励 来新竹市很多运动选手跟教练的表现 也非常的优秀 所以我们在这一次的事务会议当中 我们也特别通过了这个要点的修改 那增加了我们的在全国破纪录的选手的奖励金 从2万的部分增加到了6万 那我们的教练奖励金的部分从1万增加到5万 新竹市肌优运动选手及教练奖励金实施要点 从107年修正发布后超过5年都没修正 听到提高奖励金让小选手们都很开心 更直呼要拼一拼 非常激动 因为毕竟有比赛就是要拼一拼 就是非常开心 觉得可以有奖励金很好 然后就会想要更努力去得名次 然后赢得奖励金 市府阵列全国运 全民运 全中运 三大运动联赛 更新增获前四名的学生选手 跟前三名教练都可领取奖励金 希望激励选手再创佳击 市府有在靠市长努力的支持之下 我觉得这是对教练一个很大的福音 也有这一个动力 可以让教练在训练上会更积极更卖力 过年团圆难免大鱼大肉 市长高宏安也提醒别忘记找时间运动 哪怕出去走走都很好 在我们的这个过年很快心 很快乐的在享受美食的时候 也要不忘要抽空运动 然后流汗 然后可以出去走走春 那这样的话 其实才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均衡健康的身体 期望透过奖励 为市民带来更多体育荣耀 高宏安还邀请市民一起动动身体 保持活力 健康一整年 民事新闻黄兆康 新竹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